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每天吃飽飽 西瓜不见鸟的66 在减肥的时候不能吃甜点 你会不会觉得很痛苦 对 我要喝咖啡 所以一定要吃 减肥是我们或许可以暂时忍耐 不吃我们想吃的 慢慢的开始觉得难熬 觉得减肥很痛苦 为什么啊 不能再吃到你爱的甜点 就做可以吃的甜点就好了 不 今天我们要教大家 如何不用面粉不用精致糖 做出豹无莓果生乳卷蛋糕 以及生乳卷好看的诀窍 还有蛋糕画出食尚豹无的方法 请大家跟我们一起看到最后 做低糖豹无莓果生乳卷蛋糕 耶 减肥 也可以开心吃甜点 我今天咖啡要不要喝 叮咖 轻轻轻轻 生乳卷的材料我们分为三个部分 有果冻 蛋糕 鲜奶油 果冻的材料有 冷冻莓果 赤藻糖醇 吉利梯 地球水 蛋糕体的材料 烘焙用杏仁粉做马卡龙的那一种 赤藻糖醇 常温的奶油乳酪 香草精 蛋 柠檬汁 椰子油 可可粉 红麴粉 鲜奶油的材料 柠檬汁 冰的鲜奶油 赤藻糖醇 首先我们要来做莓果果冻 我要先把这个水加进去莓果里 放到另外一个杯子里 把它用搅拌搬搬一搅 如果你没有搅拌搬可以用果汁机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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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攪好之后 我们要把它放到苔苔里面 把它过滤一下 我们现在要来加糖 要慢慢加 因为液体的甜度就是果冻的甜度 结块的压一压把它搅上 大致搅匀后 我们拿去微波乳微波 1分15秒 如果有温度计的人 可以量一下 差不多80度就可以 没有温度计的人 也没有微波乳的人 可以隔水加热 隔水加热到边边有点凝固的感觉就可以 像果冻还没凝固之前 把它搅一搅 搅好了之后 我们把它倒到容器里面 我们使用的是8x8的耐热正方体容器 旁边有这样子一点点凝固了 就代表没问题 桌子下有一个鸡肉囊 然后这个就可以给你的小孩吃 我们要用三颗蛋 把蛋白跟蛋黄分开来 准备好两个蛋碗 一个小碗跟打蛋的之后 三个碗都要很干净喔 所有也要很干净才可以 在小碗打蛋 分到蛋黄的碗 分到蛋白的碗 这样子的目的是 如果你不小心把蛋打破了 你就不会毁了三个蛋 我们来处理蛋黄 把蛋黄摧毁 加椰子油 加入cream cheese 奶油乳酪会有点难打上 我们一起慢慢来啦 谁要跟你一起来 大致搅上之后 我们加香草剂 加杏仁粉 刮刀放旁边 换这个 尽量拿住你 蛋黄好了 我们放一边 现在来教大家如何做 烘焙纸 我们今天准备的烤模是 21x21的 要准备一张 比烤模大一些的烘焙纸 把烤模放在砖央 拿一支断水的笔 在烘焙纸上画出烤模的大小 上面会有烤模的痕迹 从烤模的痕迹把四面都折出来 这是很重要的步骤 庆菜的话你的蛋糕就不漂亮 没错 一个角都有两条线 这两条线 轻在一起 多出来的 往左右其中一根肘 这样的东西 然后就会有一个很像包礼物的东西 这个 折成大概这样就可以把它放进烤模里面 把它往下面折 准备慢慢在晒衣服的晒衣夹 把它给夹起来 夹起来之后 你等一下 你的蛋黄 跟蛋白进去的时候 才不会被耽误 你很规模 这很重要 如果没有这样 他不是要拜拜的吗 他如果你要拜拜 那你干出去就会没有 我们现在来打蛋白 一定要先折好再打蛋白 不然你打好蛋白再折会买乎 没错 放蛋白 第一步打 加第一次 打出锡汁泡沫之后 加第二次 放柠檬筋 打成这样大概就可以了 加红麴粉跟可可粉的碗 倒一些蛋白跟蛋黄搅一搅 把均匀不要理它 拿一球这个蛋白 进去切里面 化圈切 化圈切 大家做得很好 好 请勿过于邋遢 也不可不均匀 攪好了之后 换到烤模里 这个步骤非常紧张 非常关键 因为如果你动作比较慢 你的蛋糕就会消泡了 对 请你不要吵大声 大声要赶快化一化 现在我们要进行艺术家创 放在碗架上拌凉 放在碗架上拌凉 趁在碗架上拌凉 趁在碗架上拌凉 好 趁这个时候 我们要来打发鲜奶油 拿两个盆子 下面放薄冰袋 冰冰的才好打发 鲜奶油倒进去 放糖 粉刺放 我们现在把蛋糕翻过来 再定一层均匀的涂抹鲜奶油 拿出你的刀子 在蛋糕上面画几条线 接着在蛋糕的中下段 涂抹比较多的鲜奶油 因为我们今天的生乳卷 是莓果酸酸口味 所以放多一点鲜奶油没有关系 涂好了之后 我们来放果冻 把它切成这样 果冻放上去拍好 如果你是要送人的 你可以用长条形的模具 这样子就不会有中间鲜接的部分 如果你用这个的话 就是做很多果冻 就是剩下很多老的 你可以一次做两条 但是我们只有要做一条 拿一根擀面棍 如果你没有擀面棍 你也可以拿其他类似的东西 一边拿到这边 一边拿着纸 左右两边就把它卷起来 卷好了之后 我们放到冰箱里面 冰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吃了 이쁝你 还要买一种 Bae 尿布 以往就相好 第一个水分 都粘不了不再到分 三个水分 一边有的水分 就要是鱼 我会在用一个水分 一定要冰箱里面 冰箱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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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啊 這我是絕不會讓給你的 很漂亮的 爆紋圖案 很好吃 我好像走入了充滿了 綿綿綿雲朵的天堂 吹復著涼涼的果凍微風 嘴裡充滿了微酸的莓果香 我覺得我得到了救贈 妳也想我 很好吃耶 甜點真的是人精神的慰藉 健肥還是要吃 我們很常都覺得減肥 就是要跟甜點說NO 跟蛋糕說NO 但是這一片生乳卷 它的熱量不到100 它的碳水只有3 如果你在生酮或減糖飲食 可以吃這個 要用它沒用 要低糖 我讓你吃了 我覺得還是用手拿比較好吃 你很誇張 後面的手一滴 差點吃了 我們就這樣把一條吃完了 不可以這樣子的 你本來喜歡 不可以吃一條喔 而是 你跟著他吃 我又想要吃 你喜歡吃 我又想要吃 你隨便說 你可惜